韩国演艺圈近年来有许多大事团体里的IDOL 纷纷担飞出集获得亮眼成绩 让许多粉丝都许愿想要看到更多成员 通过SOLO来展示他们的更多面向 首先是Blobbing的Gi Su 拥有独特低层嗓音的她 是团内唯一还没出过个人专辑的成员 没想到今年初YG就给大家带来好消息啦 他们表示Gi Su的个人专辑已经在赶工的路上 目前已完成封面照片 正在加速音乐录制 粉丝全都期待爆棚 和她同属世界级女团的TWICE制校 也是大家疯狂敲碗SOLO出道的人选 在JYP当了10年练习生的制校 在团内不只是唱功担当 舞蹈实力也超级坚强 大家都在等待队长大释放的那天 而I的Mini从一出道就一梦幻嗓音受到大家瞩目 随着组合的成绩更加卓越 希望她以独唱身份出道的粉丝也跟着增加 再来NCT的Mark也是粉丝许愿的名单之一 曾被Jessie大战是全能艺人的她 不论在唱歌跳舞还是Rap方面都拥有超强能力 之前她曾透过NCT Lab推出个人单曲 一上线就登上14个国家的iTunes排行榜一位 成绩如此亮眼不发个人专辑真的太可惜 最后则是BTS的Jimmy 她在团内虽然是舞蹈担当 但也拥有很强的唱功和创作能力 过去她推出的自创曲约定刷新了平台 在24小时内的最高串流播放次数 不过在等到她的solo专辑之前 人家已经抢心和Bedan太阳来个实际大合作啦 能看到这两位顶流聚在一起玩音乐 绝对可以说是粉丝2023年最兴奋的事情之一了